今次的會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場合 讓不同地區的人集合在一起 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的同事、海關、警察 例如今次會議 我們帶了差不多有20個來自中國公安和海關 和香港海關的同事 可以來到這個會議和不同地區的同行 一起交換他們的心得 和他們對打擊知識產權的罪行問題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大家回到自己的地方 工作可以更加順利和更加有效 對於非法發問商品議題方面 其實在東南亞地區都有我們一定程度的關注 接下來我們會在這個地區所進行的培訓 和所會配合的行動 都會就在這個議題裏面 會再做多些工作 包括非法發問香煙、酒和其他有關的維金品裏面 我們都會在我們接下來的培訓項目上加強這方面的討論和研究 如果你們對於國際刑警的非法泛運商品項目 或者對於知識產權罪行方面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有任何的需要想和我們聯絡的話 歡迎你去看一下國際刑警的網頁 或是與我們的同事聯絡 或是與我們的同事聯絡 和我們一起去看